老迷狗二十二號桃園主場過關 關鍵是老將蔡建偉 在七局下半棒打了高劍三 掃出超前比數的三連安打 個人連續四場有安打演出 再度展現他的強心臟 以及老將價值 說實在打那麼久了 你說還要做什麼加強 其實應該也來不及了 所以就是把握當下 蔡建偉二零零四年加入職棒 當時是老牛熊 以中的外野手之一 優異的畢利經常演出 長傳阻殺美技 更獲得王堅美名 但相較之下打擊比較不穩 最近幾年又面臨 年輕學弟們的強勢競爭 大幅壓縮表現機會 不過蔡建偉並沒有放棄 本集打擊更進步 目前打擊率三成零三 長打率更高達五成一五 其實應該說是心態問題 就是把自己想像成說 你錯過這次機會 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所以就是把握當下 把握沒事的打擊也好 耍背也好 就是珍惜在球場上 每次機會這樣 好快喔 那時候才回想起來 其實才感覺上 好像剛禁止 放沒多久 可是現在好像快快快結束 三十五歲的蔡建偉守備穩定 打擊也更進步 加上左打優勢 更重要的是擁有時間 慢慢累積的寶貴經驗 球團也期待他繼續加油 率領暴力園上半季拿下冠軍 我來自是蕭欣昌黃華軍採訪報導